嘿,我是阿图,完成教学实习5年的现任澳大利亚入册教师 我在国内完成高中学业,直接进入到澳大利亚的大学 在实习之前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当地的中小学的日程安排和教学制度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一路战战兢兢的完成了实习 现在我把实习前的准备实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整理成超详细的攻略,希望可以帮到你 每个州每个大学的要求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请供参考 这期视频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教育学专业,怎么选课,大学没有学中文,以后可以教中文吗 以及什么是微课 不管是教育学本科还是研究生教育实践类的中学教育专业的课程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专业必修,专业选修,以及两个teaching methodology,也可以叫teaching method 必修和选修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来就好了 teaching method需要根据个人的特长 兴趣,职位需求量和职业规划等方面考量,慎重选择 第二个是大学没有学习中文,以后可以教中文吗 很多老师有国内的教学资质和授课经验 想要在澳大利亚聚细教课 教中文是很多老师的首选 也有很多同学大学的时候选的是数学,英语,日语这些热门科目 毕业以后呢,因为自己本身是中文为母语 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还有自己的兴趣 想要在中小学教中文 那么没有相关的资质和经验,可不可以教中文呢 why not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在申请澳洲当地住在教师的时候呢 需要填写qualification 也就是专业相关的资质 比如说teaching method的实习证明 还有第二个是certification 课程结业证书一般指的是大学的毕业证书 第三个要填的呢,是williness 虽然没有相关的qualification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有意愿教特定的课程 比如我的teaching method的其中一个是economics 那economics的课程和commerce的课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就可以申请我有意愿教commerce的课程 那没有中文qualification的老师呢 可以说自己是中文母语,有能力也有意愿教中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williness有的时候是不预通过的 如果没有这一些官方认可的中文教学资质 很多时候也可以申请到中小学的中文教学工作 在招聘广告上,很多学校会标明be approved to teach chinese 和be willing to teach chinese 所以只要想教中文,还是可以争取到很多机会的 我在往期的分享里不断的强调也加入当地教师的社群 跟社群里的老师熟悉以后呢,会有很多内推的工作机会 明确表明有意愿教中文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大学teaching method的要求 当然如果有家教教育机构或者其他跟中文教学经验相关的一些经历 也会更容易申请到当地学校的中文教学offer 第三个呢,谈谈什么是微课 一般情况下teaching method的分为主修和辅修 在教学实习以前需要通过主修和辅修teaching method的微课考评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学会先安排辅修科目的实习 也就是说需要通过辅修科目的微课考评才有资格去当地学校实习 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会因为语言等问题不能通过微课考评 大家只要准备充分有足够的信息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微课其实就是模拟课堂 以及上课的同学扮演学生的角色 给他们讲课 微课的时长一般在15-25分钟左右 在微课前根据微课时长还有课堂主题等要求 准备一份教案 为了让课堂气氛更活跃 可以准备习题、教学工具、短视频、音频等教学资源辅助教学 在此之前最好反复练习、控制时间 不管是微课还是真正的教学中 临场发挥比教案本身更重要 而师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Plan just a plan 在教课的过程中 针对学生的反馈也可以随时修改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 不要被教案给束缚住了 如果想不到好的点子 或者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都可以找教授和同学沟通 教育学专业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大学的教授和同专业的同学们今后非常有可能成为并肩作战的同事 主动寻求帮助和帮助他人都极为重要 下期视频我会分享师期安排和实习通知相关的内容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真的能帮到你 请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支持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